哈喽 各位书迷朋友们 这里是吃饭 洗澡 睡觉都忘不了小说的 书宠 老河 拿好手机 跟着老河一起来 盘一盘吧 遮天里最大的两个反派 是不死天皇和帝尊 明明是站在同一阵营 两人最后却一眼不合 举起武器就是坎 书迷朋友们应该都知道 不死天皇其实可以算作是帝尊的弟子 帝尊甚至还有打算把天庭 交给不死天皇来打理 可是谁能想到不死天皇居然造反了 在成帝之后 推翻了昔日神话天尊 自己开创了太古时代 还用染纤蟹的昆仑中偷袭了帝尊 帝尊做了什么 让下属不死天皇脱粉回彩 这一切只因为利益冲突 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不死天皇只是为了杀众多大帝 沐浴地血从而冲进仙域 但是帝尊却是想将繁界和奇异世界两界所有人炼花 夺取他们的道果 供自己一人成仙 包括不死天皇 帝尊所想被不死天皇知道了 不死天皇当然要奋力反击了 在小说中 帝尊举教飞生维尔 以达到成就自身的万年大计 因为不死天皇反水 用染血先中中中上他而落空 发生这件事 叶凡都要偷笑 要是这时候没有不死天皇反叛事件 帝尊早就成为了第一强者 说不定实力都能比得上荒天帝了 叶凡想要打败他 那可是不可能的 在小说的结局 也不是叶凡一个人就能打败帝尊 而是无始大帝 狠人大帝 叶天帝联手才能够与帝尊抗衡 再加上主角光环和正义万岁 这两个不败光环 才打败了帝尊 要是一对一 折天三人组 恐怕没有一个人能是帝尊的对手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小伙伴们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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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